今天我这个安慧媳妇要挑战两个小时卖掉60斤的草莓 原历大不大 不大 今天我们这边阴天而且风也特别大 所以卖草莓的大爷让我们少拿一点 大爷说了风大不留人 小白正在装盘呢 怕待会人多了来不及啊 这么大一个标二宝捏了一点破皮了 二宝肯真是想吃了 来给你吧 先摆三宽 今天风实在也太大了 怕风一吹不好看了 二宝也在那帮妈妈喊呢 我们都已经出单20分钟了 一份还没卖出去呢 那换了个位置啊 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很多人都说我们的草莓卖的便宜 其实我们也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定的 因为我们这边卖草莓的特别多 价格卷的也特别厉害 这一小片就有四家卖草莓的 刚才我们一一问了价格 我们不能卖的比别人高 也不能卖的比别人低 所以说跟他们得卖一样的价格 这庙香八块 奶油七块 这价格怎么样 可以 今天有点冷 二宝在这缩着呢 这还没开张呢 你已经消费张了 给二宝买了个垫本长吃 十六块八 拿十七块钱的去吧 十七块六十七块钱吧 慢走 怎么办到嘎 不容易啊 终于开张了 一个大烤肠快被二宝吃光了 干净的新鲜草莓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了 我过来看看 人流量开始大起来了 二宝睡着了 要他报上睡 这车子就在我们摊 摊到边上 然后在车上睡觉 十六块钱呢 好睡觉 看来今天小贝挑战 两个小时卖六十斤草莓 有点悬了 过去快一个小时了 才卖出去两份呢 小贝 今天你要失败了啊 还没到最后一份呢 还不知道谁谁输呢 我哪里喝到的 十六块八十六块钱 哈哈 我再来十六块钱呢 我再来 哈哈哈 慢走 又卖出一份 那就卖两喝一次 三十块帮忙三十 三块三十三块钱 好 九块钱 哈哈 哈哈 今天不让鸟了 哈哈 咱们过去找你们玩 这一框直接爆了了 要两喝 早 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宣布小贝挑战失败 中午没想让人了 要不然咱们也回去吃饭去吧 行我也饿了 六十斤草莓肯定好卖 下午再来摆摆 不行就晚上夜市 可以啊 一上午的时间 小贝才卖出去一框半 现在还剩两框半的草莓 我们下午的压力也不小 我们吃过中午饭了 下午了继续吃汤 又上两框新的 你们看看 八块钱的刚好 刚摆了就开张啊 对 十块四十块钱的 对 赶紧摆不带不及了 今天带一个摘草莓真大呀 我们之前自己花钱买都没买过那么大的 六块三六块钱 八千 咱们草莓刚下来了 今天草莓给大家看看喽 夜市马上开始了 这后面餐子全部吃起来了 大爷自己种的吧台吗 对 来了一个邻居大爷说要在这边卖菠菜 这都有家生意 这样就不孤单了 大爷就不过那多少钱 大爷家刚摆上就来生意了 显上后买 十六 好生的来 卖一框赶紧补一框 六块钱吗 十三块钱呢 又来了一个邻居啊 卖煎饼呢 煎饼最弱了吧 三个大煎饼 二十五块钱呢是吗 这一块没了 还有几个破皮都不要了 十三块六收十三 好走啊 十七块六 十七块钱呢 这一家的煎饼已经卖完了 大家的菜也没多少了 小伯爷咱也剩多少 咱们三小孩也快了 天黑之前一定能卖完 十三块三 是谁说两个没有了没有了 最后三合大鸟给大爷包了 又已经困难户了 坐上一块是困难 不会坐 你卖买卖 卖走一样 慢走 好事再来 全部卖完了 收摊 收摊天黑了 现在又到了跟大家汇报收入的时候了 刚才我跟小贝简单算了一下 我们今天六十斤的草莓 大概赚了120块钱 也还不错了 今天风大人比较少 主打人卖完了 小贝原来计划 这六十斤草莓两个小时卖完的 结果现在呢六七个小时才卖完 以后别再吹牛了 对